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寶 嗨我是鳳凰 今天呢我跟鳳凰要帶來一個全新的主題 沒錯我們要來聊一下靈感體質與靈擾 靈感你是說我很有靈感很想要書寫的那種靈感 不是是指說你很容易跟靈 或者是說這些能量共感的一種體質 有的人會用敏感體質來形容 但我會覺得它比較像是一種靈感體質 因為你會比較跟你有共振的可能會是能量體 OK 對不論是高靈或者是說一般的靈體 或者是有些可能比較低能量的一些阿飄 可能就會有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他有被靈擾這樣子 那在靈擾開始之前我想跟大家聊一個東西叫做共感人 共感人是什麼 其實在我第一次直播完都有一個粉絲推薦了我這本書 叫做共感人完全自救手冊 謝謝這位粉絲 對謝謝粉絲 然後才發現其實我們所謂的共感人又比高敏人再更敏感一點 OK 對 所以呢我們會說有一些人他比較富有同情心 很能夠同理別人 但共感人可以更深一層的更明確感受到你現在的情緒 你快樂悲傷都會影響到我那確實就很接近通靈狀態下的人 沒錯沒錯我覺得一件事情就是總是一體兩面 你不能只要他的好處 你不想要他的壞處 共感人的好處是什麼 你很快可以感受到現在這個氛圍這個場合跟你講話的這個人 他的心情情緒是什麼 比如說你是諮商師你是做業務的人 或是你今天要跟人家談判 或是你今天想要追一個人 你有這個體質你會非常好掌握對方的現在的狀態 如果你是一個創作者你的感受力會很強 你今天跟別人一起進到同一個地方 譬如說進到山裡面 你會比別人更快感受到今天的濕度 今天的溫度 風裡面有沒有什麼味道什麼聲音 你都可以很快很細緻的感受到這些別人根本感受不到的事情 這是好處 那當你共感很強的時候 你也會很快的感受到這些能量體的存在 所以我就想要跟大家聊一聊什麼叫做靈擾 這幾次因為朋友啊的一些原因 我有做了一些簡單的解讀之後 我會發現很多人他有靈擾 其實他內心他有一個很大的困擾 說那個困難是就算沒有被靈擾也存在的困擾 對 沒錯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兩個都要有意願 就跟談戀愛一樣 他要願意被你感受到 你說那個靈要願意被這個人感受到 然後你也剛好可以感受他 然後兩個人就 一拍一集合 就認識了 比如說 其實這個靈可能只是想跟你say一聲 嗨 我在這 謝謝你看到我 可是因為你有很多你自己本來要處理的情緒也好 壓力也好 或是你的恐懼也好 你會覺得這個靈現在想要大五八成 他現在想要揍我 他現在想要傷害我 他手都舉起來了 對 他手舉起來 可是他只是想要說 嗨 比較像是這樣 所以其實回到靈擾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 對 能量體他的確存在 你也可能一定是 某種程度上共感很強的人 或是你跟他有共同的議題 可是這件事情最終還是 其實只有你自己可以解決這個困擾 比如說我幾個例子 一個是他其實沒有辦法說不 你是說當事人 當事人他很難拒絕別人 當他無法說不 可是他心裡知道他想說不 所以接下來他就開始後悔 我剛剛就應該要拒絕他 我怎麼可以這麼沒有力量 他開始反省自己 這些能量帶到睡覺 他就會開始在夢裡面 或者是說用其他的方式 比如說他身體會很緊張緊繃 讓他睡不好的覺 這樣子的反應 然後再加上能量體 他就覺得他因為這樣 所以他被鬼壓了 他做了噩夢 其實這是層層的濾鏡下來 我不能說沒有 可是他怎麼像 比較像是互相交成的效果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把 我不敢說不這件事情去看見 然後開始去學習 怎麼樣拒絕 我真的不想要拒絕的事情的時候 你的這個被領繞的狀態 會被改善 那另外一個朋友 他是可以通靈的 可是他逃避他通靈這件事情 他就覺得說當他逃避之後 他開始身體不舒服什麼的 他就去公廟 然後他師姐就會說 你帶天命 你一定要開公廟開什麼 他就開始把他想要逃避的事情 另外塑造了一個所謂的 你要講意識也可以 有一點類似心理學可能講 有點解離的狀態 然後他就會覺得 他被這個靈攻擊 他一直在騷擾他 一直在逼他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情 可是其實沒有 那是他創造出來的一個意識 一個人格 所以其實靈繞他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但是必須說一定存在 因為就是路人 那我們要去思考是說 不是覺得很奇怪嗎 我怎麼會讓一個路人來指揮我 來影響我的生活 睡覺之後把我叫起來 叫起來尿尿 不可能 對吧 你不會讓一個路人這樣做 可是你讓一個能量體這麼做 並不是說能量體特別厲害 是因為你有 你的允許 你沒有保護好自己的空間 自己的房寸 那像你剛才說就是 例如說 你有恐懼所以你會吸引到有類似恐懼的靈體 然後有委屈你會吸引到就是跟你一樣有委屈的 那你自己的經驗是什麼 你有就是因為吸引到什麼樣的靈體 使你看見內在的東西 後來你有去釋放之類的嗎 我其實去年10月的時候 就是從新加坡出差回來之後 然後就有一些靈異的經驗 然後我從那個故事 就是從我自己裡面開始去學習到 第一個怎麼樣讓自己比較安住 然後怎麼樣去檢視自己為什麼會被凌惱 因為其實我也是一個很容易愧疚的人 那次出差的時候 你吸引到一個也帶有愧疚的靈體這樣子 對 我所謂的愧疚會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好舉例好了 大把我去上一個通告 然後我因為安排了什麼事情 沒有辦法跟你去 我就會覺得 我不應該 可是這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你根本就不困擾 只有我自己覺得很困擾 因為我已經說你有事你就去忙 我已經講了 對對對對對 我一直把自己往這個愧疚裡面埋 某種程度上 其實對自己身體造成很大的損害 我自己不知道 然後你就開始回頭 檢視自己的愧疚到底有多可笑 就是你到底在愧疚什麼 你在對誰愧疚 為什麼要愧疚 所以其實更多是回到自己 然後當我把這個愧疚消化完 然後去看到之後 我就會變得很常在關照自己 是否又開始愧疚 那所以如果你在我的立場的話 你覺得有人沒有去陪你做什麼事 或者是有人對你做什麼事 你會覺得他對不起你嗎 不會 因為除了愧疚感以外 我覺得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愧疚感 我們再更深一層來看 是因為不配得感 你不配得感 對 怎麼說 我覺得別人可以對我不好 可是我不可以對別人不好 欸 很可怕吧 你自己做效果 真的啊 真的 當我這樣子一層一層往下挖之後 才覺得自己好好笑 我覺得愧疚我現在處理完 那不配得感 我目前還在 還在處理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沒錯 我們繼續努力 所以 當我把這個愧疚感 整理好了之後 我就沒有再吸引到愧疚的靈體 而且還有一點很重要 我覺得你必須承認自己是靈感體質的人 接受這件事 接受這件事 你必須要接受 你不接受 你就是會有這個抗拒 抗拒其實是對身體很大的一個負荷 如果你自己很健康 很明確地去理解自己是什麼狀態 然後你接受這個狀態的時候 其實就不可怕 我覺得很多的人 會被靈擾得很嚴重 是因為他否定自己很多事情 OK 當你否定自己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看清 其實這本書還有一個 我覺得很棒的觀念就是 你去分清楚這個情緒是 對方的還是我的 因為我們很容易 被對方的情緒影響 比如說你今天心情很不好 我跟你今天外面之後 我突然心情也很不好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當你有理解自己是共感人 很容易被影響之後 你才知道說 啊那個情緒是大飽的 不是我的 我今天還是很快樂 所以你可以把這件事情分離出來 對能量也是一樣的概念 你當你知道你自己 是在什麼樣的狀態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附加 外加上你 你會立刻知道那是外來的 然後當你知道外來的時候 你就是 接下來就是選擇了嘛 你要不要讓他 進來你家跟你聊天 還是你要跟他說 欸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或是永遠不要見 掰掰 你就可以做出這個 可是前提是你要能夠知道 自己是什麼狀態 你才能夠判別 什麼是外來的 什麼是自己的 那所以呢 我就想要教大家 簡單的幾個方式 保護自己 如果你現在被領擾困擾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先 去思考自己 究竟有沒有什麼 這樣真正的恐懼 你在逃避的事情 或是你內心有什麼 你不願意面對的事情 先從這邊的剖析開始 那如果你是比較 比較共感敏感的人呢 會建議你們 譬如說 我們到不熟悉的環境 我們可以進去之前 先開所謂的能量廠 其實這本書裡面啊 教了很多 共感人怎麼樣自保的方法 怎麼 譬如說我會想像 我自己在頭頂呢 從我的頭頂 開始擴散出一個白色的能量 一個防護罩 然後落到地板 然後如果我今天要去的是 就是大家普遍講很容易 卡到陰的地方 譬如說桑林 譬如說深山 譬如說我從來沒去過的房子 或者是一些比較偏遠的地方 我就會想像我頭很像保溫瓶 然後把它拴很緊 讓我對外界是一個隔離的狀態 然後我在這個防護罩裡面 我很安全 這是第一種很簡單 你平常就可以做 如果你是一個共感人的話 你很容易因為這種社交壓力 你會很疲憊的時候 他也可以有效隔絕 就是所謂的社交傷害 然後如果你今天 譬如說你會出差 你回去住飯店 我都建議大家 可以隨身期待一個蠟燭 那當你進到這個房間裡面的時候 你可以先點著蠟燭 把房間每個地方走過一遍 然後類似宣示主權 你可以用意念告訴這裡 不然是能量體還是什麼 就是說我會在這邊住到幾號到幾號 請把這個空間給我 這是現在我需要使用的空間 把它走完之後 然後可以在床頭讓這個燭光陪伴你入睡 因為燭光可以有效地 互助一個人的能量 然後再來就是 好好的洗澡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海鹽洗澡 就是搓澡的動作 這都可以幫助你洗滴掉這些 附加上來的東西 尤其是後頸這裡 就是我的習慣就是我會用熱水 一直沖我的後頸 沖到我覺得舒服了 我放鬆了 我才開始洗澡 這些都是可以讓這些 跟你接觸的能量慢慢淡化的一個方法 那當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勇敢地對他們說不 欸我這個我很會 這個我很會 譬如說有人穿過我 或是有人想要跟我連結 我就會馬 然後我就會用意識 很強烈地跟他說 我沒有要跟你講話 我也沒有想要聽你說話 請你離開我 請你遠離我 然後帶著強烈的意識 勾投完這一次 然後你就頭也不回 走掉 你不要依依不捨 或者是想說 還是他其實想跟我說什麼 當你這麼想的時候他就會來 然後再來就是 當然就是大家常知道的 不要常談論他們的事情 因為他們會想聽 這是真的 就像你在聊八卦的時候 也會有很多人想要來了解 誰剛叫我的名字這樣 對對對對對 然後所以當你也是很容易被靈勞體質 你不懂怎麼保護自己的時候 一些所謂的 更接近靈的這些的 不管是課程啊 物品啊 你都可以盡量先避開 比如說水晶啊 比如說一些靈擺啊 所以承認自己是靈感體質 奇怪啊 我覺得兩個件事情 是你提醒我覺得很棒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 你永遠都是有選擇權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提醒 還有第二個就是 你有一次跟我說 有沒有可能我以前很喜歡幫助別人 可是其實我身體承受了很大的負擔 我自己不知道 但現在因為跟能量體的接觸 他們用另外一個方式提醒我就是我會一直嘔吐 然後那個真的太痛苦到我不得不趕快去面對 然後那個時候也是你 比較容易被阿飄接近的時候 對 可是你漸漸的 調整好你跟阿飄的關係 你的身體也變得比較舒服嗎現在 我覺得 反過來 我並不是先去調整我跟阿飄的關係 我先去調整我身體的關係 我去意識到我會被影響 然後我必須要堅定的去劃清我 不想讓他靠近的範圍 其實那不只是你跟阿飄 也是你跟所有人對不對 對 然後去意識到哪些關係對我是有毒的 哪些忙其實我根本不想幫 就很多 就責任跟負擔其實是你可以卸下來的 對 然後我有時候都覺得 好像我不得不去幫這個東西 可是這東西已經超過我的時間 或體力的負荷 可是我以前就是會勉強自己去 而且我就會覺得他好像真的很需要我 其實沒有 你不做他也是會自己想辦法去做會 開始把自己的生活整理好了之後 欸我跟阿飄的關係也整理好 喔 對 但是 他們來我在說天語的時候 我都可以用意念跟他說 我真的沒有要跟你講話 我沒有要聽你說什麼 我不想知道請你現在離開 然後花一點時間坐在路邊 然後用一些淨化的方法 喔對 其實如果你很容易敏感的話 其實喝濃茶或是喝檸檬水也會很有幫助 它都是一種淨化自己身體的狀態 所以我就會在路邊喝茶 然後坐著休息一下 繼續用意念溝通 溝通到我覺得他差不多要離開之後 立刻把防護罩打開 然後就是我又安然的度過了一天這樣 我們會比較辛苦 可是就像我講的 共感人有他的好處 然後我全盤的接受 我去思考我要怎麼樣因應這個樣子的影響 怎麼保護自己 然後同時又可以享有這個好處 OK 不愧是這個金融從業工人員 怎麼樣想利多 對你要利多同時你要承擔風險 我覺得與其你急著去處理這個領擾 其實真的是比較花時間在整理自己上面 當你把自己整理好之後 其實領擾就不存在 今天謝謝這個靈感體質高明人共感人鳳凰的分享 對 那我們就希望大家可以更好的安住自己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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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再次見到 掰掰 掰掰 大家可以給予好幾個